尊敬的各位观众,Ben先生,选女士和其他老百姓都因为他们给予和接受分享、帮助而感到很高兴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还有很多人是幸福的,因为无论命运如何,他们都在奋斗相伤。 这件位于丁管县,随苗县的房子是陈世祖女士和李宝龙先生夫妇的。 她和丈夫已否认某生洋娃,而且很少人知道她就是在2022年东南亚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得金牌的,是越南体育界的骄傲。 此外,她还是全国运动会历史上13美金牌的主人,而这有点乱的地方,是她每天锻炼集中的。 普通需要付出一倍的努力,你就要付出十倍,这就说你必须努力十倍。 就看见一般妇女做一般的事情,不像你做那么复杂,我以家人作为动力去努力,让我孩子有个榜样。 三岁那年,小儿麻痹症发烧后,祖女士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。 长大后,她开始感到自卑和前途迷茫。 但2002年,她决定拒绝否认,此刻她的勇气和毅力就爆发,为了健康养娃,她开始锻炼,这也是让她走进专业产障运动的原因。 通过陈女士的训练过程,可以说残疾人运动与一般人是不同的。 例如,正常人需要百分之百的努力,而残疾人需要百分之二百的。 因为来往条件健康,但锻炼一段时间,陈女士已经努力向上攀升。 对于身体有障碍的运动员来说,锻炼时需要有其他的人帮忙,但陈女士却自己锻炼,并完成了教练制定的课程。 最初四项先级的比赛,但由于得到教练帮忙,进行专业锻炼,以及在身为产疾人的丈夫帮助杀,陈女士在举重运动不断进步,不断取得高成绩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作为职业运动员也是不容易,但我妻子非常努力,这种努力让我非常心佩。 我一直希望妻子在生活中获得一些成就和继续奋斗,让孩子们向她学习。 我总是建议她要努力,并帮助她锻炼,妻子去远方比赛的时候,我尽量在家打理教务,让她安心参赛。 当妻子觉得成功的时候,我也很开心。 我从不会寄妥或放弃,但每当感到疲倦或受伤时,我总是鼓励自己,让自己惨击,但不会惨废。 我要更加努力去实现我想要的,我把目标定下,然后努力去争取我最想要的结果。 体育运动获得高成绩,就是以汗水和努力为代价换回来的,但最重要的是一只和一粒,要美丽地活下去,要惨击而不惨废。 陈世祖女士不仅是惨击人的榜样,也是普通人应该学习的榜样。